平时直播经常会有朋友问到玩游戏配电视的推荐 几乎每次大家讨论时 索尼和LG是直播间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家 其中LG我在逛商场和C节时 现场体验过他们家的显示器 真的非常薪水 但电视一直没用过 所以怀着强烈的好奇线 我早就想在自己家里 试试大家谈到最多的LG的C系列和G系列 玩那些自己熟悉的游戏或者看电影 对比一下我之前使用的电视 到底区别在哪里 毕竟没实际用过没发言权嘛 于是我搞来了一台55英寸的LG OLED EVO G4 4K电视 老实讲当我和朋友折腾一个钟头 搞定底座把电视装好 然后没开机坐对面光看着它时 我当时心理想法 还是原来的75英寸在客厅看得舒服 不过当我们迫不及待连上游戏机打开电视 都被它的画面和声音给震惊了 老观众可能记得 我前两年有台48英寸的镜面屏OLED显示器 显示效果很顶 特别是因为我会经常用它接的采集卡还出 最明显是录喷射三素材时 同一画面和笔记本或一般显示屏两边一对比 不夸张的讲 色准色彩鲜明和明暗对比度没法比 而两三年后LG极次的这块OLED屏 就光用看的 画质色彩观看效果又明显提升了几档 对了它是台电视 本身的功能性和搭配游戏主机的效果也更好用了 在过去的一个多礼拜中 我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 拿它体验我所有的游戏设备 看Ultra 4K蓝光电影 用内置平台和连接NAS看片 接着周末还找来了几位 想换电视的朋友一起试试 他们的反馈都是 太好恨了 理理歪歪一句话概括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台55英寸的LG极次 外观设计上就和我之前的几台电视截然不同 它是正面背面全是屏的 四边用金属窄边框包裹 侧面整体最厚处仅2.4厘米 如果你是挂墙的话 用附带的专用支架配合它的显示效果 能做到就像齐屏贴在墙上的一幅画框一样 我用的底座 整体也非常简约耐看 接口这部分先讲个笑话 因为之前我的所有电视和显示器 都是HDMI 2.1加上2.0接口 这台第一次接游戏机 我和朋友还研究了下哪两个是2.1 结果发现 它四个HDMI全是支持48GB PS带宽的2.1 其中两个支持EARC回传 还有三个USB 2.0 光线音频输出 有线网口 射频输入 支持WiFi 6和蓝牙5.1 非常不意外的 它支持本世代主机Xbox Series和PS5全部的试听功能 包括4K120Hz HD20和HG2G模式 杜比视界 杜比全景声 ALLM自动低延迟 响应时间只有0.1毫秒 连接电脑时支持最高144Hz可编刷新率 以及NVIDIA的G-Sync 和AMD的FreeSync Premium技术 防画面撕裂和卡针 它也有现在定位于游戏玩家市场这类电视 常见的游戏模式控制面板 光看这些参数可以讲 针对游戏用途基本就是直接拉满了 我的使用场景真挑不出什么毛病 实际情况是LG集四装好那天 我和朋友一开始玩游戏时 大家都在感慨 这台电视色彩显示效果确实赞 而且很明亮 观念当时人多嘛 发现从侧面哪怕很偏的角度看 色彩还是很漂亮没偏色 怎么看画面都很亮 声音也蛮出乎意料 因为集四背面是屏的 没讲到外放竟能有一定的环绕声场效果 而且以电视内置的外放来讲 声音算很有质感 所以即使我们先把参数放一边 反正装好那天的第一印象 就是在电视看和听 包括操控还有游戏电影内置平台体验 都是一句话 舒服 除了OLED屏 大家已经见惯不惯的明暗对比 和明亮的色彩高速响应 集四还从什么角度看 色彩都几乎没变 在白天它的画面也非常亮 另外我因为不少游戏 之前都用采集卡路过素材 隐约觉得在电视上的画面 貌似比之前在其他设备上看 要清晰不少 但接下来我把电视上能调的选项 都试用了一遍 发现真不是心理因素 这台LG集四是百分百 DCRP3色域和色准度 用了能大幅提升亮度的 微透镜阵列MLA 配合抗反射面板 还有能提升到150%亮度增强器Max 至少我用过的电视里 集四亮度表现真的算夸张 即使你客厅或房间的灯光比较复杂 或者旁边靠近窗户 白天光线很亮 这块屏幕也能尽可能减少反光 能还原OLED屏 那种一眼就回不去的色彩 和明暗对比带来的观感特别 特别是有着大片黑色和阴影的区域 前者白天看也够黑够深邃 后者能让暗部细节有足够的层次感 正常房间的光线环境 你几乎不可能看到这块屏泛灰 我为了拍画面还不得不调低亮度 也是拍电视的头一次了 关键是他搭载的Alpha11AR音画芯片 现在电视除了本身的屏幕面板 晶片算法增强 对看听和用的体验提升影响非常明显 LG集色这些调节线初看太细了 我原本以为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 可能都是噱头 试了一遍才发现 包括这个游戏控制面板上的功能 还真没什么是充数的 现在两个一上来 很简单就能设置好 并且对体验提升明显 AR电视化让你从六轮中 每轮挑出最多两张 自己看的最舒服的图片 然后系统会搭配出包括色彩 亮度 锐度的 最讨好你眼睛的一套设置 专为用户独特品味而设计定制 一键调音我之前的电视也有 但坦白讲 一方面可能本身硬件上配置没那么强 另一方面当时也确实没那么智能 其实4G台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用了一下AR一键调音 调好当场就被劲到了 虚拟环药深藏肯定比不上实体家庭影院 但作为自带的外放 它用内置的60瓦4.2声道扬声器 不要你拿着遥控器时锁在位置 形成声波远顶 并根据周围布局调整了11.1.2虚拟环药深藏 尤其配合杜比全景真实 增进可以 还有几项在部分场景很实用的 比如很简单能开启让设备根据音源类型和内容场景 分析优化后的自动均衡和自适音声音控制 新增AR音效清晰功能 通过改变声音折射率 让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前面发出 新增AR人声修复会把人声从音源里提取 然后进行虚拟修复让人声更清晰 AR炫量人声会去除人声杂音增强清晰度 讲回这块α11AR芯片对观看的体验提升 前面说过电视刚装好时 我一时吃不准是不是错觉 比如总感觉好几款原本在X3或PS5性的模式下 画质会打点折扣 获得Switch上一些画质一般的游戏 特别在4K电视上其实看的还蛮明显 但在这台电视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明显提升 后来我还看了很多电影和电视剧 稍微老点的片源 注意这里并不是单单讲画面的纯净和流畅感 而是整体上看的都更舒服了 除了它这块OLED屏本身的数字 选项设计圈可以断定就这代芯片带来增强效果了 AR超级提升会对增晶营分类 然后降噪和提升分辨率 AR感知增强会对画面主体 比如人物进行分析 提升主体的清晰度色彩对比度甚至景深观感 动态色调映射Pro会逐增分析增强全局的对比度 还有HDR表现力增强器 用单组的色轮映射曲线来凸显主题 让细节更生动和清晰 讲这台电视玩游戏怎么配置拉满 其实有点局限了 实际上包括观影看片 集资娱乐视听效果 是我目前用过电视里综合来讲顶级的那档 视频里要啰嗦一大堆 见识中你要再问我游戏电视 其实太简单了 但凡画质好先能开HDR或者杜比世界的游戏 这台电视上你玩10分钟20分钟就有数 大概率接下来就是考虑预算和哪个尺寸 集资高亮度和抗反射低眩光大屏 将百分百的色域和色准 在正常光线环境下 甚至无论从哪个角度 看画面的色彩和亮度表现都很赞 α11A2芯片让视频的体验又进一步增强 我再强调一下 观感上它不是单纯的锐化图像 或用算法补偿修复画质 而是从画面主体的表现力 到整体的沉浸感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加强 还有通过深度学习 算出最讨好你眼睛的画面设置 这点很人性化 电压调音的虚拟声场 只要内容支持度比全景深 效果也是目前我用过电视自带扬声器最顶的 自改去电话2.1太富裕了 这阶段游戏设备那些主流功能全支持 玩静速快节奏竞技游戏 0.1毫秒响应时间保证你的视觉流畅体验 而且哪怕白天或灯光很亮的环境 屏幕细节依旧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点它倒有点像电竞显示器了 玩主打流程曾经改的游戏能更好了 它的视听效果也足够享受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下期见拜拜